欢迎收看明周时尚 今天爱玲带大家一起来放松 来到一个漂亮的空间 舒适地让自己在心灵能够放松 工作忙碌有压力 喝一杯自己的空焙咖啡 吃一吃美食 然后让甜点来解你的烦忧 所以今天我们带大家来 这家咖啡厅 其实就是以这样子的概念 Moi Cafe欢迎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空间 找到真正放松原来的你 就跟我们一起来品尝看看 今天跟着爱玲的脚步 来到了这个非常舒适的空间当中 那当然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自己的心灵 但最重要一定要有美食 当然也要好喝的咖啡跟甜点 那我们非常开心 能够访问到我们的老板 就是Brian Zhang 你好 你好 爱玲 是 那Brian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台北市 到处走一走都会有咖啡清 那要经营出自己的特色 其实蛮不容易的 那当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点 或者是想法可以让你的咖啡厅 一直脱颖而出 我们最主要开始的时候 会想要传达一个友善的概念 就是说上门的这个客人 在我们的空间里面都能没有压力 然后感受到我们经济的服务 所以一开始会想要 选择Moi Cafe这个名字 Moi是芬蘭语的你好的意思 就是想表达说 希望每个客人每一天 来到我们店里面都能… 就是很开心 很开心 然后就是好像来这边交朋友一样 对… 简单的一句你好问候 惬意地享受一份Moi Cafe 精心制作的餐点 让客人感受如家一般的简单舒适感 自然而然就能带着笑脸离去 这就是负责人Brian的代客之道 而本身也是室内设计师的他 在整体环境上以北欧清工业风 打造出无压力的挑高空间设计 并在摆计师的细节上 处处都可感受到Moi Cafe的用心 一向很喜欢这个北欧的生气风格 那事实上北欧在咖啡来讲的话 它们也是很大的一个一山地 所以说这个北欧的它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说原木的感觉 我们能营造像居家一样的舒适 那我们就希望说客人来到我们这里 就像在家一样的感受 没有居住没有压力 那这个空间感最大的特色是说 因为它挑高 本身这个房子的特色的话 它就是有两层楼的高度 那所以说我们特意利用它这个挑高的感觉 那营造了开口的空间 那在材质上面的选择 也是比较走原木的色系 那原木的触感 让人觉得说是很温暖的一个这样的氛围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你选择就是有这个原木纹 而且就是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的 这所谓的木质的材质 那当然让大家想到的北欧芬兰 再加上我想就是很原始的所谓的专场 但是刷白 但是它又不是红白的感觉 所以就是让大家有一种 这所谓的粗犷跟温和的感觉吗 再加上一点铁剑 然后还有砖墙的风格 那这样子的话 也营造了一点点清空夜风 对 比较没有说这么拘束的感觉 环境设计以北欧清空夜风 打造出自然无造作的居家舒适感 而在餐点食材上也是讲求天然无添加 以对待家人的心 用心制作出每一份美味且健康的料理 因为我们的主厨他旅居日本多年 然后他对这种和洋食的这种混合风 其实还蛮有点心得的 而且在居住在日本这段期间 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 一起接触 所以我们推出的餐点来讲的话 都是这种比较特色的各国的不同的料理 有,其实我放眼看去 真的让自己好像到了我们的所谓的 清景泽 或者是一些日本的一些 比较时尚的一些咖啡厅里头 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和洋食 那种青食类的 真的很精致 尤其是我可以看到眼前这一盘 这一盘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汉堡牌 但是你知道加了一个蛋跟饭 这也有点像夏威夷的一个料理 对,没有错 这个也是源自于夏威夷的一个 道地的料理,Lokomoko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Lokomoko的吃法 其他就是汉堡牌 然后它再加上… 这个是什么汉堡 这个的话是奶油的白酱汉 奶油的白酱汉 然后再加了一个所谓的 Sunny Side Up的蛋在上头 所以吃的时候 就是把它全部一起化开 让蛋汁流出来 然后全部混合在一起 然后跟着饭吃 在饭里头有什么配料吗 饭的话有先用蒜香炒过 让它更够味 对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真的,很好吃 很香 讚 我觉得肉质上 你们也特别去选过吧 对,没有错 那混合的比例 而且这个都是每天主厨他们 用手工拍打 所以这个量有限 对,每天都有限量的 其实Lokomoko最重要 就是在它的汉堡肉 那汉堡肉它要蓬松 而且它的所谓的瘦肉跟肥肉的比例 要刚刚好 是,没错 然后要有功夫的 所以这算是一个合洋式的功夫菜 那旁边其实我觉得搭配 就是很健康的沙拉 因为这个汉堡排 还有奶油的白酱 比较厉害 吃多了可能会有点腻口 所以说我们再加上这个番茄丁 还有一些生菜来做搭配 那就可以没有负担地 把这盘菜整个吃完就好了 讚…我觉得这道很好吃 真的,我要给它拍拍手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合洋式 把它融合在一起 真的很美味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再来我想我们从这道介绍起好了 这是一个伴侣 然后里头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鮪鱼 这鮪鱼的话 都是我们自己调配的鮪鱼酱 对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鮪鱼 然后有这个酱 先把鮪鱼拌起来 因为其实我觉得鮪鱼 像在美国 他们在做鮪鱼沙拉的时候 它会剁很多的芹菜 就是把一些酱料 美乃滋 洋葱、洋葱 对,通通都把它搅拌进去 然后搅拌起来 你看,剁得非常细 所以这也是非常有功夫的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 虾鱼的芹菜 然后就是划在上头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它铺了一个番茄 然后再加上橄榄在上面 然后这个上头绿绿的是什么 芹菜 是… 做一些提味 提味的 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真的做得非常细 相当有层次的口感 其实很多人觉得 芹菜可能是早餐 大家会涂一些 譬如说奶油芝士或果酱类 但是其实它剁三年 它也非常有口感 而且我觉得你们很用心 这芹菜上头还… 就是烤过了 对… 非常好吃 而且就连它的鲑鱼里头 因为它剁了脆脆的 之所以芹菜在里头 咬下去都会有很脆的口感 很好吃 尤其贝果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 吃三明治有时候变包累 会觉得不够饱 但是如果加了贝果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饱腹感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道三明治 这个真的就是非常道地 像在日本的河阳时的咖啡厅 会看到的三明治 是 我最喜欢看到就是它们的面包 就是有这个烤过 但是又感觉它好松软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切开来 好漂亮 真的 我觉得这是精品级的三明治 像这种三明治类的 环丁尼之类的 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属于青石 女性的消费者比较喜欢 但事实上我们针对这里面 也是有几款 让它比较有分量一点 让男性的消费者的话 一样吃这个可以有饱足感的一餐 我觉得其实小庄他们 真的是狠狠花食材 一般我们吃的三明治 大概只有它一半的一半的 这所谓的羊的料 你看它的羊多厚吗 很厚 因为我们的摄影注意 都在旁边点头了 真的很好吃 而且你的羊是有蜂蜜熏过 对,没有错 香甜的味道,很好吃 又还加了羊黄瓜 所以口感真的是非常特别 对,不只是轻食 也可以当主食 对,其实我觉得中午来吃这样 你会觉得很幸福、美满 真的有一种小缺性 而且饱足感 最重要是来到Moy Cafe 当然Cafe不是光来吃美食的 一定要有好喝的所谓的咖啡饮料 跟甜点 如果没有好喝 而且够水準的咖啡 还有甜点的话 哪能称得上咖啡呢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上 我们的咖啡饮品跟甜品 Moy Cafe 以自然无造作的风格表现在料理 以及环境上 上段节目中 艾琳在品尝完一道道美味和阳时后 满满的幸福感皆易于言表 而接下来的义式咖啡及手作甜点 又将带给艾琳什么样的试味觉感受呢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次排开 当然是这边的主角 咖啡厅里头的咖啡甜品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晃眼过去 真的不简单,都是有功夫的 所以要请我们的小张 来从我们的冰品来介绍一下 这个好澎湃,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其实最早先有这个想法是觉得说 一般松饼的话分量比较大 好像感觉上一定要是两个人以上分享 尤其女孩子的这个食量来讲 那我们就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说一个人也可以独享这个松饼的感觉 所以做了这个杯子松饼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巧克力冰淇淋 可以附在上头,再一层香蕉 很有创意 松饼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没有错 薄脆,然后里头有弹性 这个口感跟外面吃的也有些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做的有点像比利时松饼的 比较薄脆的口感 对,所以它即便是放在冰淇淋里头 就是你吃到底下的时候 它也不会软掉太多 是 有别于传统厚松饼的蓬松口感 以薄脆口感搭配冰淇淋与新鲜香蕉 品尝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而来到了Moy Cafe 最期待的当然就是品尝到一杯好咖啡 接下来的魔力冰淇淋咖啡 冷热交融的绝妙口感 在酷热的夏天里 可说是最理想的咖啡饮品 好,再来的话 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在意大利咖啡当中叫Al Fogato 当然这个是Alfredo,对不对 对,其实它就是Expresso 然后里头有一串冰淇淋 Gelato 是 然后我们要把它浇在上头 冷热的冲突 再加上我们的Expresso的浓郁 再加上我们的咖啡跟冰淇淋混合 融合在一起 真的是到天堂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般喜欢有一点点甜甜口感的 这所谓咖啡的朋友可以去点的 而且夏天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当初没有选择这个 因为在台湾的咖啡厅 不是每一家都有 因为这个像手工冰淇淋这些东西 在我们其他的品项里面也是有的 而且我个人也很喜欢这种甜品类的东西 尤其现在是夏天 咖啡跟冰淇淋做结合的话 其实是很适合的 其实我觉得在做这样的一个 花式的咖啡当中 它的咖啡的基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有没有特别选择 什么样品牌的豆子 或者是什么样品种的豆子吗 好的 那其实这个浓缩咖啡 我们所用的咖啡豆 是我们自己调配的配方 也是我们自己烘焙的有工厂 对 所以说它这个略酸的口感 如果加在冰淇淋上面的话 它其实可以中和它做一些味道 果然 这是有研究过的 所以其实这是你们自己烘焙的 对… 很厉害 所以其实在外头 可能就是你想要找到这样的口感 还不容易 这是它们自己的一个独特的 moy cafe配方 是 对 一时咖啡不只是种饮品 更是种生活 moy cafe以独家配置的配方豆 加上世界咖啡大赛 官方指定的咖啡机种 依照不同咖啡豆的特性 调整到最完美的口感 味道丰富 层次分明 每一口的回韵都令人迷恋不已 那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冰滴咖啡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费功夫的咖啡 对 没错 可以告诉我们冰滴咖啡它的原理吗 这个冰滴咖啡跟其他的咖啡不一样的是 像义士咖啡只有30秒左右的萃取 那像手冲咖啡大概是三分钟的萃取 冰滴咖啡的萃取呢 它其实需要蛮长的一个时间 24小时的萃取 然后再加上放置三天的时间 让它发酵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的话 它的口感比起其他的咖啡来讲 更为圆润 更为浓厚 其实它有一个独特的酸的口感 因为这个发酵的过程 对 其实我喝过这个冰滴咖啡 很多都会像是放在一个装酒的 这所谓的瓶子当中 然后其实它的口感 你如果不加糖跟奶精 它会像葡萄酒的风味 没有错 它会有带酒香 这个就是它咖啡经过发酵的原理 所以因为说这整体来讲的话 至少需要72小时以上 所以的话在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每天都是限量的 限量的对不对 对 没有错 然后再来其实很独特的是 不是一般的冰砖、冰块 而是咖啡冰块 因为即便是融化了 也不要去改变它咖啡的口感 对…如果用一般的冰块的话 它会冲淡它的味道 所以我们一样用冰地咖啡 去制作冰块 保持它的温度以外 也会改变它的口感 再来我想在餐厅中 你都会喝到什么味道 这应该是鱼鱼,对不对 是 上头有热桂粉 然后有拉花在上头 非常浓 而且用青蕾非常多的 在这个奶香泡沫当中 是 这个标榜也是天然 蜂蜜的话是100%的 纯天然蜂蜜 肉桂的部分呢 我们都是线膜 对,所以的话它的香气 还有它的味道来讲的话 都是很特别的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有很多的感动 因为其实我觉得 在现在的这个都会生活里头 咖啡店、伶俐 大家诉求的都是能够让客人 竟然很快速的 就可以送出所谓的饮料 或者是餐点跟点心 但我觉得很难得是想让他们每一道 都非常的有功夫在其中 所以其实我觉得来到这边 不要太着急说要买杯咖啡走 坐下来静静耐心地等候 因为我觉得这个等候是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 要感谢小张接受我们的盲问 当然其实这边除了这些话 还有一些手工蛋糕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一一地做介绍 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 经过这个区块来到我们会咖啡 跟老板小张打个招呼 然后呢进来坐下来 好好的放松心灵 然后呢抛开你在都会当中 所有的烦恼跟压力 尽情地跟我们来 起立我们的心灵 享受一杯美好的咖啡 谢谢 享受一杯好的咖啡 品尝一顿美味料理 处在舒静美好的空间中 在繁忙的城市当中 为生活努力的你 如果想让自己沉淀 充电后再出发 就来这感受Moy Cafe 带给你的幸福笑脸吧